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样米可以养出百样人 但一双鞋可以大家穿吗 台湾有太多的行业 不是靠上班加班打卡工时就可以搞定的 以力修最大的问题 就是靠一套制度要规范所有的行业 而且完全没有弹性 就好像一双鞋 强迫所有的脚都去穿它 脚太大应急 脚太小拖着走 再这样下去 马上医院周六没有医护人员了 便利商店取消24小时营业了 清洁队没法天天扫马路了 连庙宇假日都不能做法会 整个台湾都被一粒修弄得一头雾水 关系紧绷 你说是不是应该立刻改 问题是 我们的政府会愿意改吗 民进党已经完全执政了 没有马英九 也没有国民党可怪 我们的蔡总统就改怪 资方不愿承担 劳工不自力自强 人民乱上街头 你口口声声的说拼经济 拼正义 经济正义可不是写春联 自治冉冉 还是自治油油 你可以死鸭子嘴硬 说不改就不改 执政是要有想法 有方法 还要有脏法 快过年了 最近我看到网友传来的新年贺词 看得我心情郁闷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招财尽宝 如果政府再不拿出配套 再不思考调整 网友的这十二字心酸 可能就真正预言了 民进党执政后的台湾经济